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在NBA打球的球员 有的是为了改善生活 为了金钱 有的是为了梦想 追逐伟大 不管是哪种球员 在NBA联盟赌冠 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因为冠军能带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成就感 荣誉 金钱 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冠军不是容易的 不管是现在联盟当中的一些出色球星 还是以往的超级明星 很多人穷极一生 都无法拿到冠军 冠军也是容易的 比如一些边角料角色球员 只要运气好 做做板凳就能收获冠军 争冠窗口永远都是短暂的 多年冲冠失败 会导致一些球星在巅峰期的后半段 主动寻求改变 为了冠军 费上网名 费成76人后卫詹姆斯 哈登就是其中之一 在休斯顿 哈登身边的球星换了一个又一个 角色球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不管怎么搭配 最后总是会因为一些问题 无法问鼎联盟 眼看自己已经年过三十 常规赛荣誉满满 但季后赛始终没有突破 因此 哈登不惜和管理层闹翻 离开了修城 不过在布鲁克林 虽然蓝王拥有看似无敌的阵容 但是身边的两名巨头一人闹事 一人在常规赛伤病不断 哈登在13个月内的时间内 第二次选择在合同期内 以相同方式更换球队 自从哈登加盟76人之后 原本就排名东部第三的如虎天意 他们被看作是冲出东部 甚至是最终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 76人的强势崛起 也给他们阵中的那些角色球员 带来了夺冠希望 而在签下了中锋考利 斯坦 来顶替安德利 德拉蒙德之后 76人的阵容相对齐热 每个位置的人员配置都很齐全 他们也正式对总冠军发起冲击 对于考利 斯坦来讲 加盟76人无疑是个双赢的结局 他既有了重新在联盟站稳脚跟的机会 同时还有拿到生涯收作总冠军奖杯的机会 然 幸福来得突然缺得隐坏 加盟76人之后 考利 斯坦在自己的位置上屁股还没有坐着 就被挤掉了 根据此前阿阿雷特记者 潘安安亚的报道 在洛杉矶湖人裁掉德安德利 乔丹之后 76人方面就已经开始全力追逐小乔丹 并且后者也十分乐意加盟76人 重新联手哈登 然 小乔丹加盟76人 就必须要求76人裁掉一名球员 没有意外 考利 斯坦成了必须离开的人 早些时候 潘安安亚透露 小乔丹已经度过成星期 将和76人签约 考利 斯坦也因此将离开球队 为76人效力的三场比赛 考利 斯坦仅在两场比赛中 一共获得了5分钟的出场时间 场距2.5分钟 他仅在垃圾时间获得了机会 两场比赛没有出手 只拿到两个篮板一个助攻两次犯规 其他数据均为0 相当于就是考利 斯坦意外被76人相中之后 他还没有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就被球队放弃了 被放弃还不是因为别人 被一名和自己状态基本差不多的球员锦标 考利 斯坦的内心一定是无比难受的 本赛季出 考利 斯坦 为达拉斯独行侠效力了18场比赛 其中两场首发出战 他在9.8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场均可以贡献 1.9分2.1蓝板0.5助攻 0.3抢断0.2盖老 投篮命中率为45.7% 三分命中率虽然有50.0% 但是只出手了两次 两个月前 考利 斯坦就被独行侠裁员 作为15年的首轮 第6号顺位新秀 考利 斯坦的生涯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 自从被萨克兰门托国王交易至独行侠之后 他的表现就一路走低 直至被球队放弃 小乔丹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本赛季开始前 小乔丹被蓝王兜首 为了卖掉他 蓝王甚至搭上了四个未来次轮选秀拳 以此来保住他们的首轮签 加谋胡人之后 小乔丹获得了胡人的重视 管理层希望证明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在赛季初 教练组就给了他首发中锋的地位 然 小乔丹活生生把首发打没了 又把自己轮换的地位给打没了 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 其实不管是小乔丹还是考利 斯坦 对于76人来讲 半斤八两罢了 不过 由于加盟过76人 并且为球队踢挂上阵了两场比赛 考虑 斯坦还是有拿到技职的可能 只要76人最终夺冠 本赛即为他们效力的球员 都有机会从球队收获一枚冠军技职 最后球阁在跟大家唠唠胡人的消息 近日 据露天看台记者 Jay Fursa报道 消息人士称 无论如何 今年夏天 威少和胡人双方 都有兴趣为威少找一个新家 Fursa写道 联盟观察人士指出 这个休赛期对于胡人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机会来摆脱威少的合同 即使他们将有资格交易 他们2029年的首轮选秀权 威少的合同将在明年到期 威少2022到23赛季的工资约4700万美元 且拥有球员选项 威少自从本赛季加谋胡人后 状态一落千丈 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打得十分挣扎 一度被教练组按在板凳席上不让出场 但是胡人战绩一直不见其色 现在球队估计也就破罐子破摔了 再加上詹姆斯陷入转回流言风波 戴维斯受伤不能出战 其他人有的年纪太呆 有的不够稳定 完全不能够撑得起胡人的门面 据消息人士透露 拜尔斯 哈里斯与76人未来的关系尚不明朗 而联盟中一些高管已经注意到此事 并且有所猜测 丹安温道奇 在最新一期的播客中提到 我想联盟高管们询问了很多关于76人的事情 每个人都只跟他们见面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但高管们已经在猜测托拜尔斯 哈里斯 今年夏天可能会需要什么交易筹码 哈里斯本赛季表现很好 场均能够得到18.2分 7.2篮板和3.6主攻 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打出了非常高效的表现 除此之外 赛布尔也被认为 是76人休赛期将会清理交易的对象 赛布尔于2019年 以首轮20顺位被凯尔特人队选中进入NBA 2021年 入选NBA2020-21赛季 最佳防守阵容第二阵容 赛布尔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进攻球员 在进攻端 他主要作为一个定点投手存在 但在遭遇严防时 他的投篮就会暴露出不够稳定的问题 得益于出色的身体素质 他在篮下的终结能力很强 有一定的持球组织能力 但并不纯熟 他的速度和力量都十分出色 预判也很准确 无论是善兵防守还是无球防守都做得很棒 76人在拥有了哈登和恩里德的双人组合后 他们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 现在需要的是一些年轻的球球 来提升自己的阵容深度 同时清理资金来帮助他们修赛器 继续签约一名蓝领风险 胡人有队于用微少加塔克正一个首轮 交易得到76人的哈里斯和赛布尔加天头的交易 非常感兴趣 如果交易顺利达成 对于胡人的阵容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BXReport的连联盟内部人士透露 罗布 佩林卡执掌洛杉矶胡人队管理层的未来 并不像其他地方报道的那样确定 菲萨写道 他们仍然怀疑佩林卡 是否真的能在本赛季之后成为洛杉矶的首席执行官 虽然卡执操作的Omar Wells被认为是取代佩林卡的可能候选人 但他们也可以聘请另一位高与他的高管 类似于魔术师约翰逊最初担任总裁职位的方式 佩林卡的一些同行批评了他在与其他团队合作方面处理工作的方式 再过去的休赛期 佩林卡从接近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 达成交易转而从华盛顿奇才队 换来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 如果威少和佩林卡这两大独流顺利离开 那么胡人距离重启也就不远了